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3月25日星期五 今天在网上流传着一个视频,让中国人好生痛快 这个视频是来自于印度的一档节目,是印度一档节目截取的一段 这个节目呢,实际上是印度又以新闻频道共和国电视台的一档节目 那这个节目是一个辩论性的节目 它的这个节目的名字呢,就是与阿纳布·戈斯瓦米的特别辩论 他每一次啊,这个戈斯瓦米,他都会邀请不同国家的人 也没准是他们自己国内的人啊 就会邀请不同的人到这个节目来进行辩论 那我们这一次所看到的在中国流行的这一小段视频呢 就来自于这个节目 是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这个军事行动以后 没几天,联合国进行投票之后的差不多第二天或第三天的时候 他搞的一次辩论 那这个辩论上面他邀请了俄罗斯人 邀请了乌克兰人 邀请了他们印度本地人 邀请了美国人 还邀请了中立国瑞士人 那这些人呢就在一块就讨论 关于俄罗斯对乌克兰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件事情 大家所看到的这一段呢就是 美国这个教授啊在这个节目当中 他向印度发难 他提出来呢印度在联合国投了弃权票 这是一种骑墙的行为 他认为印度呢是帮助俄罗斯来侵犯了民主和人权 要求印度呢说应该从墙上下来了 那就是这么一段呢 印度的主持人呀 他就急眼了 这个印度主持人本来呢 他挺冷静的 他之前呢还在乌克兰和俄罗斯 这两个嘉宾之间呢进行调停 尤其是那个乌克兰嘉宾 乌克兰的嘉宾你别看着是个女的 说是呢脾气相当的暴躁啊 一开口就标脏话 骂那个俄罗斯的嘉宾 那这个主持人就是说呢 我们是来讨论问题的 有理不在身高 对吧 你有理你就说理 你不要骂人 不要标脏话不文明 然后还给他们两个之间进行调停 但是就当美国的教授呢 就指责印度 说印度是墙头草 说印度呢 包庇了俄罗斯 侵犯民主和人权 那这个印度主持人呢 就坐不住了 对不对 大家看没看那段视频 就教训美国说呢 你美国不要试图 以民主人权的祖师爷来自居 你没有资格来教训印度 你们美国是最没有资格教训别人的 因为你们美国就是暴徒 你们对多少国家采取了侵犯人权的这些暴行 然后呢 一一的给他都举出来呀 就这些年以来 美国所干的这些事呢 一一的都给他举出来 哇中国人看了这个呢 真是非常的爽啊 这个视频呢 就在中文媒体里面疯传啊 如果你还没有看这个的话 如果你已经加了我的微信的话 我已经把这个视频转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你可以到我的朋友圈里面去看 因为是在朋友圈里面 我只能在朋友圈里面转发 我不知道他的那个链接 没有办法放在我这个视频的下面 你自己到我的朋友圈里面去找 或者你在网上找也行 那我们中国呀 有一句俗话 叫秦桧还有三个朋友呢 我妈经常说这话 秦桧还有三个朋友呢 谁没有个朋友啊 对吧 更何况俄罗斯 那这个俄罗斯呢 其实他在这个世界上 那也不是孤立的 在联合国里面 也有很多的国家是支持俄罗斯的 现在美国都不让说 你知道 不让说和美国不一致的观点 我就不说观点了 那这是事实嘛 那要不让说呀 好 我现在就想说什么呢 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呢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是一个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 是一个被靠背的一个战略伙伴关系 这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中俄之间的关系 这么好的一个阶段 那中国现在和俄罗斯之间 所建立的这个伙伴关系哈 拜谁所赐啊 应该说是拜美国所赐 按说呢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 是有历史嫌隙的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 要建立这种信任的关系呢 真还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不是 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不用往多以前来追溯 我们就能看到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呢 已经是发生过好几次那种冲突了对吧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当中 就是我们亲自经历了这段时间 尽管呢 那时候像我这样的人还小 那我的观众朋友当中 如果你是一个80后的话呢 你没有经历过 60后就经历过 那会儿呢 我也很小很小 然后我又不知道 就是经历了那个时间 但是说不上是亲眼所见 因为太小了 至今呢 我们中国人还念念不忘的 就是俄罗斯手里面 还有我们的领土 所以呢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 在历史上是有仇怨的 这就是美国能够在冷战时期 拉着中国去打苏联 它能够成功 是因为俄罗斯那会儿叫苏联 苏联那会儿对不住中国 但是像印度不一样 印度越南不一样 印度和越南呢 和俄罗斯之间 他们之间没有冲突 只有友谊 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非常好的 但是现在 因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因为美国同时 把俄罗斯作为他的敌人 把中国作为他的敌人 那就把这两个敌人呢 推到了一起 所以说 中国和俄罗斯现在这种关系呢 是拜美国所赐 那我刚才已经说了 像印度是因为历史的原因 他本来他和俄罗斯呢 就是非常铁的 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 说实在的 比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还要更铁 不知道多少倍的多少倍 所以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呢 这个印度一定是战俄罗斯的 美国说印度是骑墙派那头部队 人家印度是旗帜鲜明的 占俄罗斯的 那这段时间以来 美国以及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那印度呢 就大量的购物 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 能买什么 买什么 多买 加倍的买 是不是啊 买买买 就给俄罗斯呢 输送利益 现在俄罗斯提出来说呢 我们卖石油天然气 对于那些不友好的国家 我们要用卢布来结算 印度呢 马上就响应 印度并不是不友好的国家 但是呢 印度就积极的响应 他们在安排这个卢比 印度的货币叫卢比 安排这个卢比和卢布 如何进行兑换 好像要搞一个系统 好 现在呢 等于说 印度也站到了 美国的对立面上去了 那美国现在 我看到他们采取的策略啊 他并不去压这个印度 我们没有看到 美国的官方 有多么激烈的 去抨击印度 没有看到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呢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的原因呢 就是 印度就算是 对俄罗斯进行支持 也支持不了多少 他对俄罗斯所起的 那个帮助作用了 不大 反过来说呢 就是对美国的害处呢 不大 但是如果中国支持俄罗斯的话呢 这个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美国得保证 中国不支持俄罗斯 印度支持不支持 可以忽略不计 那这是一方面 就是说他危害不大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他怕压这个印度 适得其反 俗话说 哪里有压迫 哪里有反抗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愣压这个印度的话 能把这个印度压火了呀 阿三哥也不是好惹的呀 对不对 习近平说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惹犯了不好弄 这个阿三哥惹火了也不好弄啊 我们就看从这个视频上 我们就看这阿三哥 挺厉害呀 对吧 也不好惹呀 尽管如此 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原因 现在呢 印度呀 因为他选了中国 现在的朋友 俄罗斯 也就是说呢 中国是俄罗斯的朋友 印度是俄罗斯的朋友 这两家怎么着 也会更近乎一点吧 那现在呢 果真是 中国和印度呢 果真就走近了 在今天的时候 王毅到印度去访问了 而且呢 王毅到印度去访问 两个国家之间呢 有可能下一步 拴在一起 做出来 让美国非常害怕的事情 会做出什么事情呢 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一下 新华社做的这个报道 新华社给他总结出来了 王毅所提出来的三点思路 这三点思路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新华社新德里3月25日 也就是今天了 当地时间的3月25日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对印度进行工作访问期间 在新德里会见了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 王毅强调 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 和新兴的经济体代表 中印应该坚持走好 自己选择的道路 正确把握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 登高望远 携手合作 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 做出各自的贡献 王毅就此提出了三点思路 我们来看一下王毅这三点思路 一是以长远的眼光 看待双方关系 不要目光短浅 要放长远 说中印两国有上千年文明交流史 友好合作始终就是主流 中印实现各自的民族复兴 将对亚洲乃至世界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双方要坚持两国领导人 中印互不构成威胁 互为发展机遇的战略判断 把边界问题上的分歧摆在双边关系适当的位置 坚持双边关系正确的发展方向 这是第一个 就是要有长远的眼光 要知道这两个国家都是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 几千年都是以友好合作为主流的 将来也要以友好合作为主流 把那个分歧呢 有分歧 承认有分歧 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 换句话说呢 就是我们说的抓主要矛盾 这是第一点思路 第二点思路是 以共赢思维 看待彼此的发展 中方欢迎印度发展振兴 支持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中方不追究所谓的单极亚洲 尊重印度在地区的传统作用 愿意在南亚地区探索中印加合作 构建良性的互动模式 实现更高水平 更大范围的互利共赢 这一点呢 就是说啊 印度其实呢 和中国建国前后脚 对不对 发展所经过的时长呢 是一样的 但是结果却不一样 为什么呀 印度应该想一想 中国现在发展的这么的迅速 对吧 应该跟中国好好学一学 印度三哥呢 就是他们这个自尊心呢 比较强 老是拉不下这面 而且呢 他心里面自尊心强 拉不下面 羡慕嫉妒恨 他也会觉得别人是羡慕嫉妒恨 中国就告诉你说中国不是 中国从来不会追求单击亚洲 亚洲可以多击发展 我们可以互帮 互利 对吧 互利 共赢 在亚洲打造一个 中印家的合作 中国印度这两个大国 携起手来 带动其他的人 我们亚洲 共同发展 如果这个能达成啊 这真的是就无敌了 接下来呢 这就是亚洲的时代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王毅的第三点思路 三是要以合作的姿态 参与多边进程 今明两年 全球治理将迎来亚洲时刻 中印将分别主办 金砖国家 二十国集团 和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 中印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全世界都会倾听 中印携手合作 全世界都会关注 双方要加强沟通协调 相互支持 为坚持多边主义 释放更多的积极信号 为完善全球治理 注入更多的正能量 你看王毅说的多好啊 对吧 中国人呢 不是那种 好出风头的人 中国这个国家 就是由这些不好出风头的人组成的 你阿三哥 如果你喜欢出风头 对吧 你喜欢在这个世界上 你发光 那中国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让你发光 我们就携起手来 同一个声音来说话 全世界都会关注 这一个声音 希望王毅这次到印度的这个印度之行 能够是一个破冰之旅 能够赢得一些印度的信任 借着这个俄罗斯的这一个关系 这么一个三角关系 对吧 建立起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这种信任 构建一个亚洲的中印家 推动世界的这个亚洲时刻 其实对于印度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美国算什么呀 我看了一下哈 说美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尽管美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印度这一年出口美国的这个贸易呢 满打满算 才五百亿美元 五百亿美元 中国在两三年前 我记得如果没记错 两三年前 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双边贸易 都突破了一千亿美元了 就一千亿美元以上已经都好几年了 对吧 就是我们给台湾 让台湾从大陆赚的钱 都一千多亿美元 将近两千亿美元了 你印度从美国赚的五百亿美元 算个什么呀 对不对 你只要是和中国好好的 你那钱赚的还不是大大的呀 真的是合作共赢 不要较劲 有分歧算什么呀 夫妻还有矛盾呢 对不对 谁和谁之间能没有个矛盾呢 关键你要看主要矛盾是什么 是不是 好我这个视频就给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我来听说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